四分位主唱阿珊、Pisco吉他手瑞秋 以及人气变装皇后女王 与观光传播局副局长薛秋火等人 一同站在彩虹观光巴士前 为2024Color Taipei 彩虹观光系列活动进行宣传 活动推出三处户外打卡装置 及三条彩虹观光巴士主题路线 更邀请15位各领域名人担任导览员 分享解说台北的彩虹景点与故事 我这次负责的是电影之旅 是 然后因为我七年前参与的一部电影 这个谁先爱上她 对 那部电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一个同学 为什么 一个高中同学 因为我这辈子第一次收到的情书 是一个男生写给我的 我就很想跟他联络 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去跟他联络 真的 然后呢 然后我想也许趁这次 这个机会 我希望也许可以让他来搭这个 每一位朋友们 那个彩虹观巴士 报导出去 这个当年有写信给阿珊老师的 请你来搭这个彩虹观巴士 因为这次电影之旅有很多的地方 是 有西门町 228公园 春节园 对 宝藏岩 我们出发点是在西门町嘛 对 然后这里面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 应该是春节园 我们就刚好会中间停站点就会在这边 因为我很喜欢一部电影 要女朋友男朋友 他在电影里面好像有还原那时候 当时 这个宋小月在台上 激烈演讲的那个部分 那我很喜欢那个电影 然后那个 然后在中间健康里面有最近 对身心灵这个部分 其实蛮喜欢的 然后在中间健康 它好像有一个有关风水的关系 是 它在这个地方的磁砖有一个中心的集中点 这个地方你如果去拍手的话 声音会特别不一样 那很多人也许他可能比较疲倦的时候 他就会站到那个地方 然后有能量嘛 就感觉自己能量会比较好一点 我想那天如果我们下次的话 我可以带大家去这个地方 你果然是很称职的导览员 那每一个地方 其实阿上老师都知道 这每一个地方都代表了 不同的当时拍电的场景 是的 像228平公园 大家看的华灯初上或镊子 这些都是 然后最后我们会停留在哪里呢 西门町监狱第五号出口 是 就是跟这边的地标一样 非常多人拍照的地标 每一年跟观众的互动 都会觉得说 更深刻的体会到 为什么我们台湾可以是 第一个同志婚姻合法的 亚洲的一个国家 因为台湾怎么样 台湾的人民尊重 善良 多元 以及包容 以及性别平权 跟彩虹文化的认同 自我认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尤其就是跟彩虹有关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自我认同 那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感动 以及非常的骄傲 那再加上今年呢 因为以前以往的路线比较单一 虽然人还是很多 但是我觉得今年非常特别 也是今年增加到三大主题 会有我们的市政府广场 到我们的市议会 到我们的当代艺术馆 到我们的228和平公园 其实因为其实228和平公园 对于同志的历史的发展 以及演变算是 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中途呢 我们会停靠的 就是228和平公园的彩虹点 以及长德街 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件 我们的长德街事件 到时候呢 都会在我们的观众巴士 上面做导览 我回想起从疫情过后 我去那一些国家旅游 那我去那些亚洲国家的时候 我也有搭过类似这种观众巴士 对我一直在寻找着 这些国家也没有一些彩虹的场景 那我觉得非常骄傲的事情是说 我们台湾我们台北 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巴士 这样的活动 可以带大家看到 哇原来台北是有这么多的彩虹的景点 我觉得这是我去过的 很多的亚洲国家中没有的 来介绍一下你这条路线 起点是西门红楼 对不对 我觉得对音乐人来说 这个路线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一个当然是西门红楼 没错 西门红楼不仅是有西门河岸 这样子的Live House 然后那边也常常有大量的音乐活动 包含我去年有在这个地方演出 跨性别游戏 对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可以说是音乐人的圣地 就是女巫 就是我们最后会停留在女巫店 对这个圣地可以带大家去一趟 观光传播局表示彩虹观光巴士游城 规划三条专属主题路线 有文化之旅 音乐之旅 和电影之旅 透过名人导览与旅客互动 让更多人深入体验彩虹文化的多元魅力 我们台北市已经成为亚洲 可以说是最友善 最注重性质的一个国际城市 那我们从每年10月份 我们在台北市挤伴的这些 同志大游行活动 都能够吸引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 还有外省市的朋友到台北来 这个是一年一个一场非常盛大的 家联网活动 那当然观光级 这边因为这个活动 都受到很多的我们媒体朋友的报道 以及国际的关注 所以观光级站在城市行销 以及观光推广的立场 我们都会在10月份来挤伴 这个彩虹系列活动 当然就是也延续了第五年 我们来做一个彩虹的观光巴士 今年特别打造了三条主题游城 包括有这个音乐的文化的 还有电影的这三条主题游城 同时啊 有15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名人 来做一个共乘跟导览 那我们特别也惊险了三个景点 包括我们西门町 包括我们的松山 这个文创园区 还有我们细腻商签 那这些艺术装置啊 可以让这个我们的 除了我们这些外国的朋友 或者是来台北市的参加 这些同事大游行的朋友 能够去这个看看景点看看 同时也可以打卡拍照 彩虹观光巴士游城将于10月5号 到10月25号的每周三 五六日出发 共有36场次 邀请国内外民众来台北感受 爱与多元文化的力量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